你们知道在东京吃个炸猪排饭有多难了 拍了那么多视频 竟然还有人误会我是帮助你们减肥的博主 为了证明我不是 出差最后一天 我顶着太阳找了半天 现在都流行这样吹伞了 终于让我找到了这家 日本最后的炸猪排三明治 说是每个三明治都有五厘米厚 吓得我赶紧买了一个 拿着做新干线的时候吃 还有割脚的地方 那我就不客气了 看看有没有五厘米 目测应该有 怕肉太厚没味道 就在上面撒了很多胡椒粉 外面的面包烤得酥脆 酱汁也很足 像在吃蝴蝶酥 怕这点猪排不够 一下新干线 我又找到了一家只卖炸猪排饭的地方 点了他们家一天只卖一份的极厚炸猪排 让我看看到底有多厚 猪排厚不厚我不知道 可这座位倒是挺窄的 肉厚到盖子都盖不上了 本来以为这么厚的肉吃到嘴里应该会很柴 还不如柴一点呢 上面的酱汁超好吃 有一点都不柴 非常的软嫩 不软嫩才怪 人家根本就没熟 这个好像跟我不熟 全红的 翻上还铺了一层鸡蛋 看上去有点老 看倒可以再生一点 别看这么大的一块肉 一半都是有肉 而且这里面 一半熟了一半还没熟 好在吃不完还能打包 强调只有肉和饭可以打包 你吃肉和饭这里还有什么可以打包 微酸汤吗 谢谢大家